所谓的动态的UCS 它知道你要画在上面 所以你不用那么麻烦 还要重新制定 它会自己帮你侦测 如果你是在这个面上面的话 我们来试试看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画在这个地方圆柱 所以你就点一下圆柱 这个圆柱的话 我希望在这个地方的中间的点 那特别注意 你会发现你游标移上去 它很聪明 它会自己侦测到 这个时候有没有发现不一样 没有了吗?移上去 它自己知道这边有个面 就是要在这个面上面 那我希望抓这个面的终点 所以呢 第一个请特别注意 请一定要先把你的下方的物件锁点 按右键 确定一下你的终点有没有点下去 现在有没有点下去呢? 有吗?没有点下去就像这样 因为很多同学是没有点就像这样 那没有点下去的话 你的锁点是不会出现 所以一定要有终点 那我们要侦测这个终点 就会有一条虚线出来 表示说我现在先追踪这一条 然后呢 我也要追踪这边这一条 那两条会怎么样呢? 会有一个重叠的点 这一点就刚好是这个面的终点 那我们要在这个面上面呢 画一个圆柱的话 就请你怎么样? 先点一下圆柱 再追踪哦 这个时候都不要乱点哦 再把它点下去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再向外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哦 你们观察一下 上面呢 就会有一个什么 UCS 动态UCS出现 不过现在是小小一个 不是很清楚 那我把这个地方 我点了一下 他又要跟我们要半径 所以这个地方呢 请各位输入半径 我输入20好了 这边输入20 Enter OK 那向外拉 请各位向外拉 向外拉50好了 半径给20 然后往外拉个50 20 50 Enter OK 那你会发现呢 他就自己怎么样 知道说你要在那个面上面画了 OK 就直接画出这个我们要的形状来 那我画错格 没关系 再 画在这里也可以啦 那另外你也可以试试看 如果说老师 那假如我今天希望在这个斜坡上面画 可不可以 那当然可以啊 那一样啊 你又画这个地方圆柱 假设我要追这个面 你会发现 2012 我觉得比2010更好用 2010有时候 偶尔还会卡卡抓不到 2012抓得很准确 直接有没有 这样拉过来 你看 抓到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20 Enter 50 Enter 也是一样可以长出来 刚好会在这个斜坡上面 OK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把它 往外 往外再把它 做一个那个 另外再做一个圆锥 OK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试试看 好 试试看 好 对 对 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